自來水是民生必須不可缺少的項目之一 不過要是自來水管線 三不五時就來個破裂美水 那一定相當氣憤 在三支區的茂場裡 從過去三年以來 每年都要飽受自來水管線 爆管漏水等大大小小的問題 而這也讓里長相當無奈 而在長期的爭取之下 今年終於向自來水公司 爭取到了三千多萬元的工程經費 來將原有的自來水管線換新 九月自來水公 因為都怎樣 以前的爭取都是土 還說是塑膠的 都暖掉了 滲透有嗎 滲透會流的土下去 都常常水沒有水 所以利民給我反應 我跟我們太太爭出 差不多兩年的中間 我想辦法 不可以常水公流去 你知道滲透的地下 都常常水沒有水 里長表示 原本的自來水管線 不但是老舊 加上是一般的塑膠管材質 口徑又小 在道路底下容易被壓迫 因此在爭取到了之後 將把主幹管線換成較大 並且使用金屬材質 讓用水品質更好 蒸出年齡的中間 蒸出差不多三千萬元 現在已經煮 大概完成了 像路邊還沒破 大部分都完成了 現在申請的真好 自來幾公司這樣 把我們這樣 可以說很認真 三位 大人安排 現在水公 可以說 史電力士也不修行 里長表示管線工程 從六月份開始進行到現在 已經要接近完工階段 範圍包括了冒場裡 原有設置來水的住戶 都有更新支管以及主幹管 預計在九月底前就會完工 希望能夠帶給這裡的 居民更好的用水環境 記者許多安逸 三支採訪報導